像你們在跑大一班一定遇過很多刑案嘛 有 那刑案之後衍生的 其實刑案大家最喜歡討論的 反而不是刑案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而它衍生的一些靈異傳說 有 所以你是看得到的 其實也不是看得到啦 其實一般看得到是在 如果於我個人 是在我身體不好 氣很低 精神差的時候 偶爾瞄得到 可能看得到一點點 那會這樣也要講到2011年 2011年的時候那時候快過年了 然後我一上班 我11點上班的時候就 某分局兄弟就通知我 哥 我說怎麼了 我們這邊有個A1 所謂A1就是死亡車禍 我說A1好 那我待回去 他說你不要待回來 你現在趕快來 我說為什麼 趙逃 趙逃 那你如果說是A1交通事故車禍 那如果雙方都還在現場 那好處理 他說趙逃 我就知道 事情大條 因為趙逃就不行 對我們的默契 就是這種人一定要讓他 曝光 因為我們要抓到他嘛 那我就請我駕駛 開始採訪車載我到現場 到現場的時候下著小雨 下小雨 然後封鎖線已經拉起來 但是因為葬儀色還沒來 所以屍體是曝光 曝在底下的 就曝濕在街上 對對對 所以我看得到這句大體的 基本上它的模樣 我是看得很清楚 那早期我們在拍新聞 就是怎麼樣 都要拍 細部都要拍 所以我在拍的過程 我已經看清楚 這齣大體它傷在哪 發生什麼事 我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公司未必會播 但是你一定要拍 我在拍的過程中 旁邊有一件7-11 那那時候下面好像四五個 黑衣人吧 年輕人 我在拍的時候 他們就說 你在拍什麼啊 我說 我拍什麼 不關你的事吧 然後他就開始刪字經說 我叫你不要拍 你就不要拍 我說你又不是我老闆 幹嘛叫我不要拍 我也刪字經回他 我們就吵起來 吵起來之後 現場一個員警 就走到我旁邊 他說 賢哥 你喔 不要跟他們吵 你跟他們吵 他會打起來 也不好看 不好看 按個夾一條 也不好看 我說 那我突然就問他說 你們老大呢 就是他們 單位主管 老大 在後面巷子啊 我說在後面巷子幹嘛 人抓到了在後面 我說你也幫我幫忙 你也要跟我講吧 害我一直在這裡 我就跑去後面拍了 然後就下著小雨 我就現場 還有逮捕現場 全部都拍完 拍完之後 到了當天早上5點多吧 我就把袋子整合一下 稿子寫完了 我這些字要寫稿 弄好之後 然後分發給各台 比如說每一台都要有 然後發生當下 我也是打電話給蘋果說 趕快來啊 兄弟啊這邊有什麼 大家大家 然後我就回家下班睡覺 然後醒來就覺得不對 就開始流鼻水 我想說會不會是 因為下雨嘛 在那邊淋雨 然後再來就流鼻水 第二天就喉嚨痛 第三天發燒 第四天我就去看醫生 因為我朋友是小兒科醫生 第五天吃藥好一點 第六天吃藥再好一點 第七天沒事 然後我喜歡騎大眾機 然後我就去騎車 可是下個禮拜的第一天 我又開始流鼻水 就這樣子 大約就是這樣一周 巡迴 弄了差不多兩個月吧 我都不會好 然後那時候剛好流行 這個流行感冒 那我想說怎麼辦呢 也沒辦法 只能繼續看醫生吃藥 就有一天在睡覺的時候 剛睡沒多久 就聽到耳邊 有人跟我說 你要找老師 那早期我這個人其實 然後就去補習班報名了 對 然後鐵齒玩我也 不懂嘛 老師是什麼老師 就像你講的 補習班老師 學校老師 還啥老師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就想起我的同事 我們有一組同事 專門跑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落鏡的 有沒有大甲 鎮南東落鏡 他們每年 對這一批人就是 負責跑落鏡 我就去問其中的一位攝影 我說欸兄弟 什麼是老師 我說什麼老師 我說大約什麼狀況 他說喔有 他說在三重 然後就給了我一個電話 他說你去找他 然後我就挑了一個辦事日序 去之後我就坐在那邊看 我第一個反應說 他這都騙財騙色怪力亂神 什麼降機辦事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這麼簡單 他說不就是這樣 然後輪到我就上去 然後是一個很可愛的殿下 降生在一個很醜的男人身上 然後講著小孩子的話 然後我就是這樣 小孩子 就騙笑騙笑 後來他就說 你怎麼了 你身體怎麼了還是怎麼樣 我就跟他講 目前就是感冒不會好 那因為有聽到某個聲音 然後怎樣怎樣 我就講給他聽 那天他說喔 好 那我幫你看一看 我說好啊 他就看啊看啊 他說 差不多看個一秒吧 然後就說 很奇怪耶 我沒有看到髒東西 但是你身上有一股寒氣在跑 這股寒氣從頭開始跑 然後 跑到腳的時候 在頭的時候你會非常不舒服 會發燒會怎麼樣 到腳的時候你會完全沒感覺 但是他會再這樣繼續跑上來 然後大約七天一輪 我就想說 他就跟我吃感冒 我就心裡在想 你猜對一樣 可以再來 他說我也不知道這什麼 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 我去幫你問問看 這個是什麼 一查一下 然後又隔了一兩秒 他就說 我問你喔 我說好 你認不認識一個女孩子 我說女孩子喔 我說我認識很多耶 然後他說 喔 就 長的臉怎麼樣啊 頭髮怎麼樣啊 高矮胖瘦 他形容一下 我就在想說 我不會拋棄了誰 發生了什麼事吧 因為我們愛玩嘛 後來想一想 不對 你一提形容的 我沒有認識這樣的女孩子 是 我就跟他說沒有沒有 我們不認識 他說你不認識喔 那我形容他另外一個型態給你看 你看你認不認識 我說好 他說很簡單 頭從這邊裂到這裡 手從這邊折到哪裡 腿折到哪裡 我說有 大體我看過 我說那一句大體我看過 他說 對 你得罪人家 他在你身上吹了一股寒氣 我說 我沒有得罪他 我說沒有 他說來 你把你到達現場後 所有的過程講給我聽 我就開始講 我到達現場之後呢 拿了機器開始拍 然後中間跟黑衣人吵架 怎樣怎樣 全部講完之後 殿下只說了一句 你錯 我說我錯在哪裡 我也沒有不尊重死者 我錯在哪裡 他說 這個死亡現場 對王者來講 就是一個很嚴肅 要很莊嚴 不得嬉笑怒罵的場合 雖然你是在跟別人 在口頭上的吵架 但是對他來講 已經是不尊重 所以他在你身上 吹了一股寒氣 那為什麼不去吹那幾個 重點來囉 殿下也講 你不用去問其他人怎麼樣 現在是針對你 你跟他的關係 你跟他的事就好 你不用去管別人 你們的事要先解決啊 而且先那個殿下來講 今天你要記得是你得罪他 對陰間來講 只有對跟錯 人家說鬼不說謊話 就是這個道理 他們只有 但我也聽過鬼話連篇啊 但是鬼不說謊話 就是說他們一馬即出 八馬難追 他說今天你錯就是你錯 他今天要對你怎麼樣 其實我先佛無權可管 我只能扮演一個 溝通的角色 幫你們協調 把事情做 我說好吧 他說 他有個三個條件 如果你能做得到 他願意將含氣收回 是 我說 好吧 那殿下你說說看 他說第一 你身為一個媒體記者 以後到這種死亡現場 一定要帶著一個恭敬的心 絕對不能在現場嬉笑辱罵 這一點你做得到嗎 我說好 我答應你 我們會轉眼嘛 我說我答應殿下 我絕對做得到 我還說來 第二個 你身為一個媒體記者 要千萬記得 不可以因為私利 而偏頗新聞走向 一定要公正 公平 如果你 因私利而偏頗 將來的罪 你自己擔 你做得到 做不到 那這樣怎麼當記者 沒辦法 就是你要當一個 本來記者知道公正啊 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說 這我做得到 然後第三個殿下就說 這個第三個就不關你的事 我說為什麼不關我的事 他說沒有 這關我的事 我說關殿下什麼事 他說沒有啦 他就希望 我把他的商衣好 然後漂漂亮亮去投胎 然後後來就 就講好嘛 躺好了嘛 那躺好之後就 我就看殿下很厲害 開什麼文啊 寫一寫 沉一沉啊 弄一弄 後來殿下跟我講 他說天底下沒有這麼神的事 就是我現在幫你處理好了 你的感冒明天就好了 你感冒部分 還是該看醫生 要看醫生 但是保證三天內一定好 我說喔好 我說好 聽話 他說那你下個禮拜再來 我有事要交代你 我說喔好 那真的 不誇張 我睡一覺起來 第二天 什麼都沒了 都好了 那從此以後 我就覺得 就對這個東西 很好奇 哇原來 還有另外一個世界的存在 對 類似這樣 他一個禮拜之後叫你去幹嘛 喔 講到這個就是一個禮拜後 他就說 我有事要你做嘛 那我就想說 你有事要我做事要我捐 捐多少 然後我們心裡會這樣 你知道我捐 要先多少金座 要捐多少錢 然後我心裡這樣想而已 那個殿下突然就回了去 不是啦 我說喔呦 你也知道 他說不是啦 我說喔 他說你啊 找個時間喔 去這個新竹 新竹有個五峰山 五峰山上面有座大廟 他說你去找那個大廟的主神 拜他做師父 你只要做這件事情就好了 他說 好吧 五峰山在哪 然後就 後來退嫁了 就剩老師嘛 我說老師 剛剛殿下交代我去哪 老師說 喔我知道在哪 我說那 我開交代你去 你帶我去 他說好 那我們就去了 過了一個禮拜我們就去嘛 去去去去去 欸欸欸 這蠻沾山的 那很高的 你不會去的地方 又穿過 然後又穿過那個雲霧這樣 哇好不容易 哇真的有一座大廟 而且那時候還起霧 我記得有一座好大的廟 然後寫著玉皇宮 喔 鐵宮廟 對對對 然後我第一個反應是 哇 那個玉皇大帝呢 我就好 我就跟師父去做這個 拜師的科儀 弄完 我們就住在燒紫前 我說欸老師啊 這個神仙 很面熟 他說什麼意思 我說沒有啊 為什麼他臉是紅的 紅的不是關聖帝君嗎 他說 阿你就欠了 他說 上一屆 上一屆的玉皇大帝是 關聖帝君 而且他連任200多年 對 而且這次那時候蓋的廟 我說那現在 他說現在是玄天上帝啊 這一屆是玄天上帝 對對對 我說喔 晚來還有這個東西啊 他說對對對 後來我們在燒 他就說 欸你記得喔 我說幹嘛 他說 關聖帝君喔 被牛救過喔 你既然拜人家師父喔 你最好是 不要吃牛喔 我說 但是 他老師說 但是喔 剛剛過程他都沒講 所以你繼續吃 你當作不知道 繼續吃 我說 讚喔 然後從那一天開始 見吃牛 見老三天 所以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你就都看得到 好 沒有啊 我說 再來 他說 你拜師之後 這個關聖帝君有在你身上 放一個類似他的標誌 這個標誌 天地都看得見 天 天跟地的人都看得見 這個標誌 這個標誌代表說 你是他徒弟 不管仙 不管鬼 都不可以隨便動你 都要經過他同意 才可以動你 也就是說 你有先佛的保護 但是 唯一的缺點 就來了 既然 鬼看得見 那他就會 看到你的時候 他不是要跟我 他可能看到你就說 這不是 皇家標誌嗎 我跟著你 我就可以找到 關聖帝君啊 他就會盜我啊 走 我們就跟著他 是這樣來的 所以你後面就都開始對一根 就開始慢慢的 一開始跟喔 我們還不曉得 還不曉得 慢慢 時間久了 就越來越清楚 就是對這種感覺會越來越清楚 那就像剛剛我講 在這個身體不好 或者是運氣很低的時候 難免會看到 所以你平常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 人在艱苦的時候 還是這陣子 開比較不好的時候 你就看得到 對對對 但是知道 我知道他在這裡 但是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